不久前,杨元庆表示,在全球500台最快的计算机里面,联想已经占据110多台,超运会普成为超算企业的全球第一。 在去年美国丹佛举办的2017年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,联想以87套份额的优势,获得HPCTOP500榜单全球第二的成绩,仅次于会普。 一直以来,大家听闻的都是神威超算、天壳超算,联想超算却非常低调,那么,联想的超算到底怎么样呢? 联想协助北大建立的超算平台为名一号,采用了联想深藤X8800超算,于2018年1月3日正式启用,回溯历史联想超算。 取得过哪些成绩联想超算究竟怎么样? 看看过去联想在超算上取得的成就,就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。 2002年,由联想公司研制的深藤1800超级计算机,以1.027TFL OPS的测试性能在首次榜单中排名第一。 2003年,联想深藤6800系统,以4.148TFL OPS的测试,位列排行榜性能第一名。 2004年,曙光4000A系统,以8.061TFL OPS的测试性能,位列HPCTOP100榜单首位。 2005年,部署于国家气象局IBM的ASERVERT655系统,以10.310TFL OPS的测试性能排名第一。 虽然在榜单投名的争夺上书给了国外公司,但在入榜的总量上,联想,曙光等国内厂商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,收次超过IBM,HP等国外厂商。 2006年,HPCTOP100的冠军依旧被国外厂商占据,而且在入榜厂商排名上,HP也以44台的数量占据第一。 一,曙光公司E25台,位列第二。 2007年,部署于胜利油田的IBM刀片集群,以18.6TFL OPS性能居榜首,HP公司则继续蝉TOP100数量份额第一名。 2008年,曙光公司研制的魔方超级计算机,以180.6TFL OPS次性能首次上榜定排名第一。 2009年,由国防科大研制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,作为我国首台千万亿次峰值系统位居榜首。 2010年,天河一号在升级之后,不仅为列TOP100第一名,还成为TOP500的冠军,成为中国HPC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。 在之后的数年中,天河和神威系列超算,将交替蝉联TOP500第一名。 2011年,天河一号A蝉联冠军,而神威蓝光超级计算机,首次登上了TOP100排行榜并名列第二。 虽然神威蓝光超算的绝对性能并不卓越,但由于神威蓝光超算,采用全自主国产处理器,并具有很高的性能功耗比。 其意义不亚于天河一号A超算,首次夺得世界第一,必须指出的是,神威蓝光超算的研发为神威太湖之光超算的问世奠定的基础。 2012年,天河一号A继续蝉联冠军,2013年,由国防科大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位居榜首,再入榜份额上,曙光公司,IBM公司各以35套系统,并列数量份额第一。 2014年,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继续蝉联冠军,联想加上收购IBM部分业务之后的市场份额,曙光各以32套系统,并列制造商数量份额第一。 2015年,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依旧是冠军,联想和曙光各以34套系统,并列数量份额第一。 2016年,神威泰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位居榜首,联想和曙光公司再以34套系统,并列数量份额第一。 2017年,神威泰湖之光依旧占据榜首,不过TOP100榜单却落列了124台机器,浪潮实现了惊天逆袭。 联想和曙光各以32套系统位居其后,从十多年的榜单变迁中可以看出。 联想在中国超算发展历程中,确实发挥过一定作用,只不过,由于近些年来天河、神威、曙光三大超算的崛起,联想在单台超算的性能上已经落伍了。 不过在超算数量上,联想还是具有一定基数的。 在TOP100榜单上,一直比较靠前,本次杨元庆说的联想超越会普成为超算企业的全球第一,就是因为联想超算数量颇多,在商业上比较成功。 联想深藤X8800技术自主技术到底有多少几年前,联想就公布了自己的超算计划,并力争搭建深藤X8800实现这一蓝图。 目前,相对于天河三号与神威一级超算的公开透明,联想深藤X8800的信息,被捂得非常严,据铁流掌握的情况,联想深藤X8800,极有可能,是一台大量采用美国先进技术搭建的国产超算。 由于联想和曙光同属于计算所,加上李国杰院士曾经领导曙光在超算上取得不俗成绩,联想的超算研发团队最早是在袁曙光一个部门基础上组建的。 然而,由于在奉行冒功继的路线后,联想在做出深藤X8800,深藤X8800后,整体作为不大,团队核心转入联想和北航的合作实验室,后多以北航身份出来交流。 目前,联想超算的研发力量,主要得益于对IBMX86服务器业务的收购,考虑到联想在芯片领域一直是各种买,基本不具备独立研发芯片的能力,每年采购Intel的CPU超过100亿美元,占到中国年芯片进口额的二十分之一左右,对于美国上游供应商有非常高的依赖性。 在超算的另一项核心技术互联网络上,联想的技术积累也非常有限,在互联上,中国国防科大的技术积累非常深厚,当年天和二号的互联就是国内自主设计的,而且是中国标准,中国设计。 因此,联想深藤X8800的高速互联网络,极有可能依旧是买买买,那么,联想到底具备哪些核心技术呢? 根据2016年的一篇文章报道,Indemption藤X8800,基于联想全球首创,的45度温水水冷技术,通过5,泄漏快速连接系统,将冷却水流经水冷头,来冷却核心处理器及其内存。 相比传统的风冷散热技术,采用联想45度温水水冷技术的卫明一号PUB支控制达1.1,同时,卫明一号节省了50%的制冷散热成本,每年将为北京大学节省60万度电。 我们看到深藤系列高性能计算机在应用中,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,2014年联想收购了IBM的X86团队以后,深藤系列会有新的产品元素注入,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是深藤X8800,就是把原来的SystemX的技术加入了进来,比如内存加速,双轮对转式风扇等,Indent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, 联想深藤超算恐怕只有在水冷系统、内存加速、双轮对转式风扇等方面具备自主研发能力。 铁流在咨询联想集团工作人员后,得到答复,CPU、加速器和互联,都是基于国外技术,这证实了铁流之前的判断,其实,这不是联想一家企业的问题,而是整个行业的现状。 近年来,虽然中国神威超算,天河超算屡屡在TOP500刷榜,但除了这几台国家投资的超算之外,TOP100排名中的其他超算,都是采用美国的芯片,比如去年浪潮在TOP100中拔下头筹,浪潮的机器绝大部分芯片,都是来自英特尔或英伟达等公司,浪潮、华为等商业公司搭建的超算。 CPU、加速器等大多采用国外技术、联想、浪潮、华为等公司之所以如此,主要还是基于商业因素考量,毕竟国家可以不计工本,集中力量办大事,但商业公司不行,在缺乏宏观规划的情况下,商业公司的逐利性必然,使其更加倾向,于采用国外器件。 而非自主器件,节语对于联想超算,铁流认为应当辩证地看,一方面,联想作为商业公司,而商业公司的逐利性使联想,更愿意采用国外成熟技术,而不是国内单位自主研发的技术。 对于从零开始自主研发这种高风险,长周期的决策,商业公司是退避不及的,这也解释了为何联想、华为、小米、步步高等国内整机厂在嵌入式、智能手机、PC、服务器、超算等方面更加倾向, 与采用X86和ARM的CPU,而不是采用自主CPU,或者从零开始另写炉灶、自建生态,而愿意秉立支持自主CPU的厂商已经成了一类,反而不具备普遍性。 同时,采用国外芯片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便于商业化,在应用上会比采用自主CPU少一些麻烦。 像国家海洋局、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的主机系统,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及公共平台,都采用了联想的超算,原因之一就是国外芯片在应用上更丰富。 毕竟超算上的很多商业应用都是国外厂商开发的,并不支持自主CPU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看到,相对于天河超算和神威超算,联想在核心技术上是存在较大差,据得,前不久,天河三号一级原型机完成研制部署,并顺利通过分项验收。 根据公开报道,几十年的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,在天河超级计算机核心关键技术上实现了整体自主可控。 可以说,在核心技术上,联想深藤超算与神威超算和天河超算有相当的差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